第583章 黑烟军副统领 灵权 在硝烟苏醒之后 日子再度变得如同以往那般平静了起来 虽然每次在内院露面 会引来不少惊呼以及各种各样的目光 但所谓习惯成自然 久而久之下 硝烟倒是能够做到无事的地步 虽然如今大赛已经结束 但是或许是因为要留给参赛者足够的修养时间 那进入天分练气塔底层之事 却是被脱移的颇为靠后 而如此 倒是令得满心期盼的硝烟 感觉到时间的难熬了起来 因为是连续一连晋升了两星的级别 所以硝烟这段时间并未进入塔中修炼 而是选择安静的锤炼着体内 那突然暴涨的斗气 这种实力突飞猛进 固然令人满心快感 不过这种猛飙的方式 却并不及一步步踏上的那种坚实 虚浮是晋级的大忌 因此为了以后的远处着想 硝烟必须时刻令得体内 保持着真正的充盈状态 而并非是那种缥缈的虚浮实力 当初在黑角域所杀的那位雪宗少宗主 便是最好的例子 虽然年纪轻轻便进入斗灵级别 不过真要战斗起来 实际确实比寻常斗灵要弱上许多 而这便是因为其体内斗气虚浮不定 所发挥出来的战斗力自然也是有限 在每天悠闲的安静修炼中 硝烟体内那本来有些虚浮的斗气 也是正在逐渐的变得凝实 有着青年地心火这等提炼斗气的好助手 硝烟想要锤炼斗气所消耗的精力与时间 都比常人要显得轻松与缩减了许多 在这再次变得悠闲的生活中 熊儿却是不知为何 喜欢上拉着硝烟两人单独进入深山 然后躺在聪裕的草地上 互相依偎着晒着那暖洋洋的阳光 日子充实而幸福 只不过在这安静而充实的山林享受中 硝烟确实感觉到似乎有些事情快要发生 这里是一处略显清晰的草丛地面 葱郁的绿草犹如绿色毯子一般 蔓延到视线的尽头 在草地下方不远处 有着一道极为宽敞的山溅 山溅极深 淡淡的云雾营绕在其中 看上去恍若仙境 硝烟雨 熏而安静的斜躺在草地上 淡淡的阳光覆盖在身体上 有着令人发困的暖洋洋的感觉 微微偏头 熏而那对犹如宝石般的明眸 望着身旁闭着眼眸 一脸悠闲的黑袍青年身上 小嘴缓缓挑起细微的弧度 片刻后自是想到了什么 眼神微微一按 第一声道 夏颜哥哥 熏而给你的卷轴 等你日后 到达窦王阶别时 可一定要好好休息 听着耳畔的滴滴柔声 硝烟睁开眼来 笑着摸了摸熏而的脑袋 那是自然 熏而给的东西 哪能不全心修炼 闻言 熏而这才奄然清笑 笑声如山泉撞击山石一般 清脆悦耳 不过丫头 这几天你似乎有些奇怪呀 硝烟直视着熏而那张动人笑脸 突然道 微微一正 熏而目光闪烁着 避开了硝烟的视线 轻声道 没有啊 我觉得 和以前 没什么不同啊 是吗 硝烟笑了笑 刚欲说话 要老凝重的声音 突然在其耳中响起 有着大批的气息 对着你这边飞躲而来 这些气息极强 好像目标 就是你们两个人 听得要老的话 硝烟先是一正 玄机脸色微变 来不及沉思 为什么在这那远的深山中 所出现的一批陌生的强大气息 起身拉着熏而 就欲离开此地 在硝烟拉起熏而之时 后者似乎也是隐隐间感应到了什么 硝烟顿时一变 急忙推着硝烟进入森林 嘴中焦急的道 硝烟哥哥 你快躲进去 千万别出来 怎么了 那些人是冲着你来的 一把抓住熏而的牵手 硝烟脸色一沉 说道 熏而的目光 扫向遥远的北方天际 感应着那飞速赶来的气息 他牵手连忙按在硝烟身上 近期一吐 一股柔和的进风 便是将硝烟推进了森林之中 同时嘱咐道 硝烟哥哥 压抑住气息 不要让他们发现了 被熏而推进森林中 硝烟脸色变换不定 他不明白 为什么突然间 熏而会变得如此焦急 那究竟是什么人 目光顺着熏而视线 转移向北方天际 硝烟拳道缓缓紧握了起来 一股异样的怒火 在心中悄悄地生腾着 就在硝烟被推进森林之号不久 突然有着大批的破风声 从天际响起 最后十几个细小的黑点 出现在了北方天际之边 这些黑点的路线极为明确 直接奔向了迅而所在的地方 随着尖锐的破风声 越来越强烈 片刻后 黑点迅速放大 最后终于是出现在了 视线可见的范围之内 目光透过树叶缝隙 望着那视线之内的十来个黑点 硝烟脸庞上 顿时涌现一抹震惊 那些黑点并非是人影 而是十来头浑身漆黑 脑袋上长着一根 长达长许多长的银色独角 黑角之上布满着奇异的纹路 甚至还隐隐间有着风雷声 从中传出 魔兽后背还有极为宽大的四翼 意识震动 狂风从天际呼啸而下 将森林都是压得 微微低伏了一些 这些陌生的魔兽 萧莹并未见过以及听过 不过这并不妨碍 其心中的一抹惊恶 因为他从这些魔兽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凶悍的气息 显然这些魔兽 并非只是普通用于运输的魔兽 而是类似一种战斗的飞行兽 飞行兽本就稀少 战斗所用的飞行兽 更是极为罕见 除非有那等实力极为庞大的势力 方才有资格与本钱来驯服他 目光从这些四翼独角兽上移开 最后停留在他们宽大的背上 萧颜再度一正 只见得每一头四翼独角兽的背上 都是站立着一道人影 这些人影 皆是身着一套紫黑色的袍服 面无表情 目光微微以闪见 犹如灵力的刀芒一般 令得人浑身上下 都是犯着寒意 萧颜有些悍然的发现 这十道人影 几乎每一个气息 都是犹如一滩深水般 探不到底 这种情况 萧颜一般只有在内院的 那些长老身上 方才能够感应得到 石头巨大的四翼独角兽 震动着翅翼 最后停留在山剑之上 一道道目光 扫向了草地之上 站立的轻衣少女 哈哈 薰儿小姐 总算是找到你了 领头一头四翼独角兽 缓缓降低了下来 其上一位男子 冲着薰儿笑道 这位男子年龄并不算很大 看其模样啊 似乎只是在二十四五岁左右 模样极为俊秀 简直能够与林修衙相媲美 一身紫黑色的袍服 令得起比林修衙 多了一分稳重气质 而且最重要的 似乎这位男子 还是这群人的领头者 因为其他九人的站位 明显在其身后 这种威秀的地方 最能体现出等级间的差距 我是黑烟军新晋副统领 林全 奉祖宗大人之命 将小姐接回 自称林全的男子 站在四翼独角兽之上 对着薰儿恭敬抱拳 恭声道 我说过会自己回去 你们又何必万里迢迢赶来 林全等人的突然来到 令得薰儿脸色颇冷 因此连说话也是泛着冷意 祖宗大人的吩咐 我们也只能领命 林全微微笑了笑 刚欲说话的目光 突然一凝 视线瞬间 投向森林之中沉生道 何人偷听 林全鹤声刚刚落下 那静立在四翼独角兽背上 犹如雕塑一般的九道人影 也使脸色瞬间变冷 身形一颤间 九道身影 几乎同时的闪躲进森林之中 转机一阵低沉碰撞声响起 住手 薰儿翘脸一变 历声鹤道 随着薰儿立合之声落下 一道身影突然地从林中窜出 最后震动着双翼停留在半空上 最后缓缓地降落在薰儿身旁 那正是衣衫略微有些凌乱的消炎 萧 你没事吧 瞧得消炎呼吸略微有些急促 薰儿翘脸一急 习惯性地刚欲喊出口 便是警戒 当下故作平淡地问道 薰儿的这般变化 令得消炎眉头微微皱了皱 说道 怎么回事 在消炎闪出森林后 那九道人影 也是再度如同一体般 同时地窜出 最后落在了灵犬身后 目光如灵力的尖刀般 牢牢地锁定消炎 薰儿脸颊上的神情变化 并没有瞒过灵犬 眼眸微微眯了眯 旋即转身 望着那显出身来的消炎 当其看见那张面孔时略微一正 手指轻轻地敲打着额头 突然似笑非笑地说道 哼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 这位应该便是萧家那位 曾经是废物的消炎少爷吧 我看过你的画像 你是谁 消炎面沉如水 沉声问道 黑炎君副统领 灵犬 不过说了也没用 以你或者说萧家 并没有接触这个层面的资格 灵犬笑道 声音中有着极为干脆的轻视 如今的这个萧家 已经彻底没落 哪还有当年的那种风光 听得灵犬话语中 对萧家的不屑 消炎面色逐渐阴冷 手掌更是缓缓地 握上了玄重驰饼 五百八十四章 分离 灵犬 闭嘴 萧家与我族有着盟约 岂容你出口侮辱 觉察到消炎越加阴冷的脸色 熏而心头一急 冲着灵犬 立一声喝道 小姐误恼 我倒是心直口快了些 灵犬笑了笑 话音一转 却是突然道 不过此行前来 祖宗大人吩咐过 若是遇见消炎少爷的话 可以向之征询一下 萧家那部分钥匙的所在 说到这里 灵犬微笑着将目光转向消炎 不知道消炎少爷能否告知 文言勋而心头微震 生怕消炎露出什么痕迹来 当下就与插口 一旁消炎微微皱了皱眉 疑惑道 钥匙 皱着眉头 望着消炎那疑惑的脸色 灵犬心中暗自道 难道他真不知道 如今萧家四分五裂 也不知道那魂店 究竟是否真的将钥匙给抢到了手 如果到手的话 怕又是一番麻烦 我在萧家这么多年 都未曾有那钥匙的消息 你这般容易便想得到 岂非做梦 心中松了一口气 熏儿淡淡地倒 哈哈 我也只是随意问一下而已 我此行的最主要目的是 带小姐回去 其他的倒只是旁之末节 灵犬一笑 玄机对着熏儿攻声道 小姐请 祖宗大人可是很想念您哪 柳梅一笑 熏儿微微咬咬银牙 脚步刚刚一移 一旁消炎便是抓住了他的手臂 低声沉吟道 你要走 小炎哥哥 我已离足多年 期间 已经延缓了好几次回去的时间 这次 看来是真的推不掉了 小炎哥哥 记住我以前和你说的话 千万不要泄露脱舌骨地狱 在你手中的消息 日后 你也能知道熏儿背后实力 确切为何物 不过 小炎哥哥 在具备有能力保护好骨鱼之前 千万不要来找熏儿 否则 祖中一些人 定然会留住你 你手中的骨鱼 牵扯太大 熏儿微微垂头 嘴唇轻轻蠕动 一丝微弱中 带着些许哀求的声音 传进了消炎耳中 消炎脸色阴晴不定 握着熏儿手臂的手掌 微微颤抖着 消炎哥哥 熏儿等着你 等着你真正成为 傲视群雄的强者 熏儿一直相信 你会站在大陆的巅峰 到时 没落的萧家 会因为你 而再次屹立大陆 手掌不断地颤抖着 消炎的心情 也是在熏儿的话语中 变得犹如乱麻一般 虽然经过这些年的历练 他早已经不是当年 那只会一起用事的少年 但在经历了家族巨变之后 再次经历这种离别 实在是令他 有种难以接受的感觉 而且 在到了这种分别时刻 他才清楚醒悟 面前的少女 在他心中 占据了何等的分量 消炎少爷 这是我们的任务 所以 还请放开小姐吧 望着那握着熏儿手臂的消炎 灵犬眼神 缓缓变冷了下来 然而脸庞上 却依然是带着 令人如沐春风的笑容 丝毫没有理会 灵犬的话语 消炎只是目光 紧紧地盯着熏儿 片刻后 终于是在 祥犬不怀好意的目光中 缓缓松开了手掌 然而就在手掌 即将离开熏儿手臂时 手猛地一探 还上那千细柔软的腰肢 将之狠狠地 揽进了怀中 脑袋狠狠地埋进 熏儿散发着 淡淡清香的青丝中 喃喃地说道 熏儿 等着我 我会去找你的 我不管你背后势力 是如何庞大于恐怖 你是我的 若是要让得那势力 正眼相对 需要达到斗尊 那我就向斗尊奋斗 斗尊不行 那就斗圣 斗圣不行 那就斗地 昔日萧家先左 能够到达的那个高度 我萧炎 定然也能 被斗尽 被斗尽咬着嘴唇 熏儿宝石 眸子闪烁着点点光泽 傻瓜 真要达到斗底 这大陆的任何女子 都能忍你挑了 望着那竟然胆大 将熏儿揽进怀中的消炎 灵犬脸庞上的笑意 终于是一点点的收回 眼神阴冷如刀锋的停留在 萧炎身上 手掌缓缓紧握 淡淡的实质火焰 在拳头处喷涌欲发 似是感受到一点天地间能量的波动 熏儿强行挣脱了萧炎的怀宝 飞快地在吸耳边低声道 记住我所说的话 至少 在未能达到斗宗时 不要与我足接触 说完 熏儿便是转身 脚尖轻点地面 身形躲上半空 乡间微微一震 一对璀璨金色道气双翼 便是从其背后涌现而出 双翼微微一震 便是落在了一头四翼独角兽之上 最后在狂风大掌中 被后者载着 对着远处天际飞躲而去 随着熏儿的离开 灵犬身后的九道人影 也是飞快地夺上了四翼独角兽 最后 风驰电掣般地追赶而上 将前者牢牢地保护在中间 目光紧紧地望着那逐渐远去的四翼独角兽 消炎心中奄奄有种落寞 目光转回 最后停留在那依然站在此处的灵犬身上 淡淡地说道 灵犬副统领还不走 我倒是不急 灵犬笑了笑 寻寂笑容逐渐变冷 目光阴冷地盯着硝烟 冷笑道 只是想盯住你一件事 凭你的成就 以及那已经成为丧家之犬的硝家背景 根本配不上小姐 实话与你说 祖宗大人倒也是猜测到了 小姐或许对你有情意 因此也是托付我传句话给你 忘了小姐 以前的那些事最好当作没有发生过 小姐在我族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与她相配的人只能是大陆真正的强者 你还不配 最后三个字 灵犬脸庞之上 有着一种极为刻薄的补选 勋儿是全族天才追足的目标 这其中自然也是包括他 不过先前看硝烟 竟然敢将勋儿揽进怀中 若非是顾及勋儿 怕他早就忍不住的当场击毙硝烟 如今传话 自然是要尽险挖苦讽刺之能 按照他的料想 若是能用言语将硝烟打击得一蹶不振的话 那自然是最令的人满意的结果 然而 雨落之后 面前的硝烟却是意料之外的平静 那对淡漠的漆黑毛子盯着灵犬 片刻后方才轻笑了一声 摇着头道 配与不配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而且你应该是在嫉妒我吧 脸庞上的刻薄浑缓缓收敛 灵犬阴森森的望着硝烟 说道 你找死 不要以为有着小姐护着你便能嚣张 谁要杀你就像是粘死一只蚂蚁 硝烟平淡的望着 那引漏杀意的灵犬 那副唯有丝毫畏惧的模样 令得灵犬心中杀意更是翻腾不休 他讨厌这个犹如蚂蚁般的家伙 却总是偏偏要做出这般淡然的姿态 就在灵犬杀意缓缓蔓延时 淡淡的苍老声音 突然的在这片草地上响起 灵犬副统领 让你们进入内院寻人 便已经是最大的宽容 现在还想在我内院动我们的学生 随着苍老声音的落下 一道黑影诡异的出现在半空中 赫然便是大长老苏千 望着苏千的出现 灵犬身上那股杀意瞬间收敛 冲着前者拱了拱手 笑道 哈哈 大长老哪里的话呀 我只是与硝烟少爷谈谈心而已 行了 别和我绕弯子了 能让你们进来寻人 已经是给你们族最大的面子了 现在人已经找到 立刻离开吧 苏千皱了皱眉 沉声道 听得苏千下了逐客令 灵犬笑了笑 也不反驳 对着前者略微躬身 悬尽目光再度转向硝烟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看来你并不死心 也行 等你日后真有本事了 尽管来我族找小姐便是 到时候 本副统领会让你见识到真正的差距 说完 灵犬肩膀一颤 一对身红色的道气之翼弹射而出 双翼微微震动 最后身形迅速升空 向着北方天际闪电般地飞躲而去 短短时间便是消失在了天际之边 望着灵犬的离开 苏千缓缓地降落下身形 落在硝烟身旁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叹道 小家伙 别被那个家伙打击到 不然可就真撑了他的心了 他们族与寻常人有些不同 修炼起来 有些得天独厚 但真要论起修炼天赋 他比不上你 萧颜微微一笑 默默地点了点头 轻声道 他刚才若真动手 拼着再次重伤 我也会让他留下一点东西 望着那轻声细语的硝烟 苏千也是微微一正 他清楚 前者并非是在逞强 点了点头 他笑道 我相信 一个能凭一己之力 将云兰宗闹得天翻地覆的人 有这个本事 并不让人意外 好了小家伙 明天便是得进入天分练器塔 接受心火断体了 若是你能够撑过去 便是为了晋升斗王铺平了道路 现在说什么都是没用 只有成为了真正的强者 你才能够去那一族中 寻找你的小女友 苏千拍着硝烟的肩膀安慰道 玄机转身对着森林中 缓步行去 硝烟微笑着点了点头 望着苏千消失在林间的背影 这才转过身 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北方天际 喃喃道 心儿 等着我 还有 拳头缓缓从绣薄虫伸出 滴滴血迹从指缝中流液而出 先前灵犬的那种刻薄不屑 并非真正的对硝烟没有丝毫影响 灵犬是吧 这债与乳 我记着呢